我们要用我们的热血 和我们的身躯 快身更多 有志青年 投身战场 你那是拿别人的生命 当鸡品 朱成平 我告诉你 如果战场上真的需要鸡品的话 我张松霖会用我的鲜血来祭奠 可不是做一个脑粉 你们三个 回去把家长叫来 干什么 张松霖 邦老师 老师 我们想知道 日本人在北平展开了军事演习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学们 你们还年轻 当务之急是好好学习 莫谈国事 胆小鬼 师哥都已经起不到头上来了 很莫谈国事 同学们 我们不可以做王国奴 我们要分析反抗 国契反抗 分析反抗 不做王国奴 分析反抗 华北威胁 华北威胁 中华威胁 华北威胁 华北威胁 张聪领 中华威胁 张聪领 你给我站住 我站住 张 张聪领 你给我下来 声和壮美 徒弟富饶 岂能做事 只可肆意见他 这些丈母娘算不出来 白天的事没完 你怎么把大前年的账本 拿出来了 这几处字号买卖 你不是去年转给别人了吗 老板娘 你就帮我一次不好吗 拿弓箭去院子里设把心 设不中了甭想吃饭 行了 你 你 你又管这 释放 你们要占领黑虚蚤 不是占领 是和平光丽 我想让您用这些钱打点 黑世界的 偷偷面面的人物 让他们 不要在这个时候 拼生事端 要知道 就说北平的二十九亿 并非讲的敌系部队 警方们 理性理责 怎么会真心地看 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能收得住北平 连北平 都早晚是我们的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做 我做 学校 日本人 难道天 您对黑时代这么了解 为什么不签字 你不出面啊 我只能知道 黑时代谁听话 谁不提我 你 你什么人啊 要为敌国 崩溃压寿 做主 公信的人 我绝不做罕见的儿子 是 同学们 我和社长的决定是 去北平 我们不能让别人觉得 我们只会煽动别人去最危险的前线 而我们却待在最安全的地方 只会受控网 君屈复国难 誓死户如归 军屈复国难 誓死无辱队 要知道 就是说北平的二十一区军 并非讲的敌系部队 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能收得住北平 为什么一定要去北平 你要是有这么其他想法 可以说说 咱们大家一起上场 去南京 如今日军正统在北平城外 我们去南京做什么呀 我们去南京政府请约 请他们拿出魄力来 直接回湿北上去抗日 希望他们对和平 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不要对 驻守在北平的二十九军 抱有任何的幻想 住上面 二九军叫什么的鲜血 如今在长城底儿还没有干到 我不允许你污蔑他们 他们的鲜血 只染红了那些军阀的紫泡 而那些军阀呢 只在乎什么守住自己的地盘 根本就不在乎整个国家的新闻 即便是这样 现在全国少下只有二十九军 挡在了日军类铁机之阵 所以才没让他们的坦克开进北平一车内 他们现在跟日本人勾勾搭搭 一拖花被自治 要不然南京政府的一兵一俗 怎么都排不过去呢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就更应该去北平了 我们要用我们的热血 和我们的身躯 坏身更多 有志清典 同身战场 你那是拿别人的生命当鸡品 朱诚平 我告诉你 如果战场上真的学到鸡品的话 我张松霖会用我的鲜血来积淀 可不是做一个闹种 你帮谁闹种呢 我说你是要怎么了 你让我去北平一是我们的决定 如果我不想去了 现在你可以走 这 同学们 这个传单上所要表达的 是我们对民族精神的强烈焉毒 对历史责任的深切丹道 对国家命运的不切同情 出口车 它仅仅是一个口号 最终被漠视的话 那将是吴卑青年最大的耻辱 我们一定要去北平 我以我宣金轩云 我以我宣金轩云 你确认他就是胜手 对 黑石寨只有三所学校有印刷机 我仔细调查过 中岛先生去张家考那天 此人也请假外出了 行踪十分可以 另外他的身高和住所 也符合您的推断 他就在那里 这是他的住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